hello 聊四季 天天六星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上伯冠地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地的 哈拉伯地圖 好 那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的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所有的資源有序 是時間持續是比較長的 都有這個15%的增價 像這個果汁啊 豬肉啊 鹿肉啊 還有這個 羊啊 還有這個金礦啊 石頭 都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所以讓瑪雅人的資源量來說 到了中後期會比較好 前期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瑪雅人呢 他一開始的村民術是比別人多一村的 所以一開始就會有這個 村民上的優勢領先 那由於他一開始村民術是四村的關係 一開始要點下支部 所以瑪雅人也不太會那種 拉豬死村啊 或是村民去蓋圍牆 被對方刺頭抓到之類的事件 會比較少見一點 那瑪雅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這個工兵單位呢 有這個非常多的減免 讓他可以出大量工兵去做一個應對 那瑪雅人的老鷹呢 也是特別厲害的 因為他的老鷹 有這個黃金果 所以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是老鷹裡面血量最多的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那紅色這邊是選擇了伯根地人 那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 是在他的城堡時代時候呢 騎士就可以升級為重裝騎士了 但是 雖然他有遊俠 但是並沒有這個品種 所以這一點他的遊俠 也會比一般的遊俠少了20滴血 只有160滴血 但伯根地人的馬修科技 是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他可以很少就可以速升重裝騎士 還有自己的遊俠科技喔 所以遊俠科技半價是超級省的 那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這個 伯根地葡桃園喔 這個葡桃園呢 可以讓他的農民喔 自動產生黃金喔 讓他到後期的時候 即使黃金礦全部挖乾了 還能有黃金可以繼續作戰喔 那伯根地人的火槍呢 都火炮喔 傷害也是特別高 有25%的攻擊力傷害加成 那伯根地人還是比較適合 打遊俠配擊兵 還有這個護兵火槍為主的一個戰術 好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部分呢 伯根地人前方有黃金 後面有果子喔 右邊則是有少量的黃金 附金有塊在裡面 這邊圍起來 看起來地圖還不錯耶 但左邊這裡比較難圍一點點喔 目前看起來前面這個高地 如果拿不下來就糟糕了喔 因為這個前方還是高地喔 這個要防守可能會有點困難 但還好後面還有一塊金喔 如果前期能守住反擊的話 應該問題還不大 至少還有個救命金在裡面 地圖平分喔 大約為四五十分吧 沒有幾個啊 因為最重要的石頭 主石也在裡面 而且裡面也沒有石頭 只有在左邊 這個也不算很裡面 如果在後面一點的話就算了 這樣子的話 他如果遇到快攻 會比較難受一點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瑪雅這邊 瑪雅是後面有果子喔 黃金也在前方 是跟伯冠蒂人蠻像的 而且他的附近都在野外喔 這也是比較危險的一件事情 他的附近兩個都在偏靠近敵人的位置喔 那石頭五分則是在後方喔 那兩邊地圖都看起來都四五十分喔 並沒有到非常好 也沒到非常爛 那至少墓區都還有兩片喔 還能接受的 因為有時候阿拉伯喔 你最擔心的事情喔 是你的墓區只有一片喔 如果你那片墓區被插塔了 你就要到另外一個墓區喔 走得很遠喔 甚至出現防守漏洞 都是比較有可能 好那這邊看到瑪雅人 直接前置一個軍營 然後這邊要再下射箭場嗎 好現在來打一個塔弓 前置射箭場 跟軍營 好這時候伯根地人還在趕入 趕一趕發現對方已經上封箭四代 赤猴剩下八滴血 好本來這邊想要插個箭塔 突然取消 好決定要查這個位置 哇果然這塊已經被控了 還好後面這塊金喔 目前還沒被控 這邊看到工兵跟槍兵走過來 直接印上這邊果汁區的村民 但還好果汁區的村民是在偏後方的 所以這裡稍微被騷擾也沒問題喔 待會還可以再去挖 好這邊直接拉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上前硬尻尻尻尻了一隻老鷹 這邊弓兵也是努力在反擊 這邊拉了兩隻村民第一時間打的是弓兵 弓兵直接硬生倒地 左邊三隻村民直接從裡面跑了出來 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相當果斷 一村都沒有死 結果瑪雅這邊的老鷹跟弓箭手都已經倒地 好 這邊開始把一些村民往後拉 脖子沒有打算繼續吃了 因為對方現在的軍力開始慢慢躲起來了 那伯弓甸人這邊要優先 下的是這個毛兵 毛兵要多安一點 先守住現在的一個局勢 那待會馬舟可能也要考慮要不要下 先下一個兵工場 先點下一集射 增加一下防守能力 好 這邊繼續挖木頭 然後撒農田 果子暫時不吃 因為現在要防守住有點困難 好 這時候瑪雅人的毛兵數量來到六隻 現在伯弓甸人不多 但瑪雅這邊並有人挖滑的技術關係 所以一集射現在很難點 伯弓甸人現在有射程上的優勢 好 後面直接下了一個新的魔防 然後去撒更多的農田 左邊這邊直接毀了一個長條型的 稍微鎖住一下這塊木順跟黃金 好 這裡又插了一個箭塔 想要繼續來控圖 但現在毛兵數量這麼多的情況 不太好再直接拉這麼多村民 去上前硬打 很有可能會出現死傷 好 這邊補下了一個馬舟 然後輪軸技術也點了 果子這邊稍微回來吃一下 左邊這邊稍微微死 就繼續安心吃果了 那如果果子在前方的話 就很麻煩喔 果子就會約空 就會很難受 但還好這邊伯弓甸人看起來還能打 好 這時候瑪雅補下了一個四級 準備要來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 伯弓甸人這時候補下一級挖金 農田有點多喔 21片 但黃金卻不夠升城堡 城堡時代應該也不會相差聖遠喔 大概只差了30秒左右而已 好 這邊毛病沒有繼續出 這邊直接硬拆這個農田 好 把兩個農民往後 拉到後方 去挖黃金 這邊可能是要出騎士 那伯弓甸人的騎士喔 我們開頭會講到 好 待會兒春暴時代 就可以升級為重裝騎士了 好 瑪雅這邊則是轉出了雙軍銀 還在出老鷹 好 前方再補一個馬就 這邊準備轉出騎兵打法 全部的資源都變成了肉跟黃金 好 開始大爆挖一波 準備來出騎士 先點了一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喔 三馬就喔 怎麼還有一個馬就在哪裡 沒有看到 還有一個馬就在哪 好 在這裡 農田中間 瞎了 OK 重裝騎士的升級 還有20% 但是瑪雅這邊已經轉出了僧侶做個應對 老頭抗騎士相當好用 好 那現在這個就是 瑪雅城堡時代初期很強大的一個能力 用大量的老鷹 去克制你的騎士 那當然騎士是可以打得贏老鷹的喔 那老鷹這邊的 要注意的點喔 就是要趕快點下二勾喔 因為老鷹有數量上的優勢喔 但沒有這個體質上的優勢 所以數量一多 我跟妳講 增加攻擊力是比增加防護力還要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這邊先點下來一個 英勇士的升級 我跟妳這邊還在全力爆騎士 3TC開爆 這裡有先升二防 好 瑪雅這邊並沒有想要去點二攻的樣子喔 欸 還燒點了 這個資源量很像要點二攻喔 好 結果點的是神聖思想 增加生女的重火率 然後又招想的方法 去解決正面大量騎士 希望這隻騎士就去裡面看一下 裡面的騎士數量 十三隻數量還蠻多的耶 好 這邊想要再等一波 這勝率可能也不能斷喔 或是要開始轉一些重裝長槍兵了 OK 瑪雅人這裡果然活下重裝長槍兵 因為這裡不補的話 以他這個數量一波過來可能就懸倒了喔 OK 後面再補下第四個馬舊 這塊附近已經快挖完 如果這一頭騎士衝出去沒有打贏的話 可能就會GG喔 這裡一定要全部ALL IN 資源上前硬打 欸 這邊怎麼會有兩隻騎士衝出去打架了 哇 沒有收掉後面這隻老頭 好 附近地人這邊想要憋到最極限 再出發 勝率有再繼續補 二十隻騎士 這數量無底龐大了 應該可以上了 二十二隻 哇 你一定要這麼GG的嗎 好 衝了 這一波往前衝刺 聰明放出來 聰明也放出來打架 想要去拆劍塔嗎 打的是投死車 然後這邊用大量騎士壓不去大量的毛兵 還有僧侶 僧侶完全沒有空 好 這邊直接大量騎士掩壓了過去 傷害非常的高 老一沒有補下二攻的關係 完全卡不住 可能點二攻也卡不住吧 哇 瑪雅這邊三個均勻 慌慌在出重裝長槍兵 卻擋不太住瑪雅這一波的攻勢 好 那看起來這一波應該是打贏了 那瑪雅這邊也可以繼續出這個重裝長槍兵 去做一個應對 不然如果這邊斷重裝長槍兵 家裡待會也有可能會爆炸 他這邊是唯一個超小的 好 那瑪雅這邊又買賣一下 買了一棟城堡出來 要蓋在前方 蓋在這個位置 守護一下祖金的部分 那瑪雅人待會就會比較痛苦 是因為他的附近都在前方 而且是前方的野外 這些地方都會容易變成戰場 對 如果待會要挖這塊黃金的話 可能還要再擺一棟城堡插在這個高地喔 好 正面的重裝騎士 解決掉了非常多重裝長槍兵 哇 這個重裝騎士很難纏 好 直接打爆了伯恩帝人 正面的僧侶 裡面的僧侶應該是沒辦法逃出來了 好 還有少量騎士繼續往前 看到城堡好了之後 直接撤退 好 家裡補了兩個軍營 再繼續出重裝長槍兵 好 黃金人這時候 就可以考慮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囉 哇 這裡都把殘血的放在家裡 準備補血了 OK 細節有打好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去練習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殘血的騎士拉回家 然後家裡補個修道月 開始用這個森林去補血 那這些騎士大會還可以再繼續打第二輪 好 那這些騎士也差不多該回家了 待會這邊補個地人 可能要轉點毛兵出來喔 去反制一下對方重裝長槍兵 而且現在轉正毛兵的話 也可以應對到 打瑪雅這邊的羽毛劍射手 所以我覺得這邊轉個戰毛兵 可能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還有18隻的重裝騎士 OK 拆掉了劍塔 跟右邊的修道月 混輪器製造所 左邊這塊金就可以正常挖 那待會這邊也可以補個城鎮中心喔 來挖一下黃金 這邊也可以考慮一下 好 左邊掃亮的羽毛劍射手 到了左邊高地 好 現在伯根地人在等後方騎士不滿血喔 才要出門 零先點下了二級農田 這邊 那聰明術目前來說是 瑪雅人70吋領先伯根地人 46吋的喔 聰明差距約為25吋左右 聰明差距實在是蠻大的 加瑪雅這邊是雙TC繼續農 TC delay其實蠻久的 到了8分鐘 好 這邊補下了一個護衛技術 增加一下步兵的跑速 好 這邊少量的騎士 在後方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看來是有點困難 好 後方的騎士終於快要補滿血了 補得有點久 剛剛血量都太慘了 好 現在瑪雅沒有利用這一坨羽毛劍射手去做到點事情 有點可惜喔 他其實應該可以來到這邊喔 去做一個嘗試偷射墓區的村民 但他這邊太想要扣黃金的村民了 好 這時候應該可以補個彈道學 大學有下了嗎 大學也沒有補了 好 好 騎士血量終於 浮慢了 23隻騎士 再度出來 好 火關機這邊要開個實況 好 這邊會硬打嗎 應該要撤喔 重裝長槍兵數量有點多 那目前村民差距還是有點多 87吋對上56吋 兩邊都是雙TC 欸沒有 瑪雅是3TC了 那這邊村民只有在斷斷續續的在按 所以其實經濟量來說沒有到非常好 好 正面利用孫女加上騎士 好 正面利用孫女加上騎士 後面著想一下 然後正面用騎士去拆正前方的軍事建築物 哇 左邊大量的重裝騎士 直接被硬生生給擊倒了 後面的瑪雅羽毛劍射手還在努力輸出當中 但是正面的重裝強的槍兵已經全部倒光 所以可能要先撤退 哇 這邊羽毛劍射手 是有點打不太贏重裝騎士的喔 哇 騎士砍弓箭手好痛啊 哇 羽毛劍射手這邊入境有點怪怪的 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只剩下四隻單位 陀光帝這一波反殺打得很好 所以這邊石頭挖的人有點多 待會也可以前置壓個寶 壓這個高地喔 甚至再更往前一點 插這個位置 直接把這個承認中心給拿下來 順便偷挖他的黃金 那這邊經濟有點爆 黃金非常多 但其他資源有點少 看要不要先速勝一下 帝王時代喔 這邊資源量可以考慮點一下 但如果這邊時候點帝王 可能會有點危險 直接果然前面壓寶了 洞龍騎士這邊要頂下來 OK 扛住正面 這時候的蠻亞倫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時候的蠻亞倫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前邊剛剛在補下兩棟軍營 五不止喔 三棟 五軍營 黃金地人這時候應該是在想 他應該點帝王了 當然自己的資源量 還不足以升到帝王時代 可能要在 開動性的城鎮中心喔 補齊一下自己經濟的問題 這邊可以稍微加快一下 好 羽毛劍射手還是有在繼續出喔 看來蠻堅持要打羽毛劍射手 好 這裡下了 東軍營之後 用了一些重裝長槍兵 去稍微擋一下 這一櫥的騎士 好 最後騎士 現狀還是撤退了 沒有想要直接進去裡面騷擾 這個羽毛劍射手 沒有去後面偷偷騷擾 有點虧阿 好 這邊重裝騎士抓到了後方的伐木工 好 邁亞人這時候點到了帝王時代 第一件事情就是慘巨型頭司機 要來採取右邊這種城堡 不然待會會有斷金的可能性喔 那邁亞人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這邊也補一棟城堡 來守下黃金跟墓區喔 開始來控圖 然後再把這個城堡往外擴 開始往右發展 都是一個對邁亞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邁亞上方重裝長槍兵 終於解掉了一些騎士 好 這邊優先升幾兵 判斷非常正確 那伯宮地人這邊就可以大會 可以考慮轉一些火槍 甚至戰毛兵出來擋 好 又有一些騎士 往後鬧了一波 這邊把邁亞人打到有點 他受不了 村民差距越來越接近 現在100村對上92村 伯宮地人村民完全沒有被騷擾 羽毛劍射手一直在家裡發呆 沒有事情可以做 最主要是因為他想要用這個 瑪雅羽毛劍射手守住正面 但其實這邊大量的重裝騎士過來 還是能輕鬆拆掉的 這邊用幾兵來防守 然後用瑪雅羽毛劍射手去燒 才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有可能他不想出去以後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的數量太少了 所以覺得出去有可能會被抓掉 所以意義不大 但其實騷擾的用意 就是要讓對方多幸 沒有辦法讓他專心的騷擾自己家裡 去爭取時間的 個人的見解是這樣子 能不能騷擾到是額外的事情 當然能騷擾到對方的村民是最好 但騷擾對方也是有一個含義在的 就是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對不對 如果這個羽毛劍射手在這邊 射了一波 他的騎士必定要回來 結果他就可以慢慢把經濟往外開 像這樣子 對對對就這樣子 就有更多時間去轉出更大量的經濟 還有用這個疾病 家裡的防守就OK了 好 那瑪雅這邊 經濟來到了106村 對於上伯恩帝96村 村民差距約10村而已 伯恩帝人這邊決定要先升到帝王時代 好 這邊這邊弄城堡 看來是要棄手 後方騎士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好 羽毛劍射手 這邊看到高低有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但這邊騎兵數量也蠻多的 講這個槍兵好了 講騎兵的話 他會把它唸成騎士欸 很奇怪 騎兵 騎兵跟騎兵 AI之母有點分不太出來 以後講這個槍兵好了 好 槍兵左邊 左邊這邊拉了很多大石牆 槍兵直接站上了高低 羽毛劍射手也在高低去做防守 好 拆掉這棟城堂中心之後 羽毛劍射手終於可以做事了 這裡補下三級射 這邊射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有彈道雪 但是還沒有點下化學 好 溫帝人這裡並沒有第一時間 拉出自己的騎士去應戰 反正是躲在家裡 又回到了城堡時代初期 在家裡龜縮的樣子 點下了三級防 還有游小的升級 三級的化學 化學也點下了 那這時候點下了三級的步兵板甲 要提升一下抗箭矢能力 並進對方出戰毛兵了 好 拆除掉了兩棟城堂中心 其實蠻賺的囉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些射箭場會比較好 因為前面這幾個射箭場都會被 劇情頭時機給拆掉 好 天安丹現在很缺木喔 本來是要轉一些優雅 要正命硬扛 風雲蒂現在家裡一片狼藉 村民只剩下八十村 難道又要被翻盤回去了嗎 來啊這一波反打看似很有料 這邊遊俠升級還沒有好 疾病追的是戰毛兵而不是騎士 這個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你為什麼要去追戰毛呢 欸 結果後面騎士把大量的槍命給解決了 問號 遊俠打槍兵 槍兵打毛兵 是否搞錯了什麼 好 這邊升級為遊俠之後 直接正面硬打 拆掉了所有的巨型托斯機 不過電人這邊三級攻擊補下 這邊有更多遊俠抽了出來 高地這棟堡能夠蓋起來嗎 感覺有點極限 蠻亞雖然村民有一百二十村 但經濟上感覺並沒有到那麼好 他可能這邊挖了太多黃金喔 反而讓自己的經濟有點失調的感覺 好 這裡硬點下了一個化學 增加一下羽毛劍射手的傷害 羽毛劍射手比奴兵還會少一攻 射程也是 但相對來說他遠防是比較高的 但也沒多高 高個兩點而已吧 印象中 好 那待會要考慮要不要點個精銳 但感覺這裡也不是點精銳的時候 好羽毛劍射手後面抽射 射掉了一隻遊俠 這時候博文地人這邊轉出了一堆漏馬 開始要來轉一些漏馬混大遊俠的作戰策略 好 漏馬只是要來當坦克 然後遊俠為主輸出 好 這時候博文地葡萄園的優勢慢慢展現出來了 黃金一直在慢慢往上跳 好 好 這一棟城堡取消掉了 後面神呂大量直接走出來 在後面幫這邊的遊俠補血 羽毛劍射手在後面拉打 化學終於好了 但正面的遊俠還是數量很多 繼續追打的後面的羽毛劍射手 好 這邊騎士繼續往前 混地人這邊遊俠繼續按 村民處只有81村 但居意之上來說好像可以打得贏正面 馬亞直接棄守城鎮中心 但村民處沒有被傷到 所以這邊還要再起來應該也沒問題 好 兩個隻遊俠直接看到城鎮中心走了過來 好 這邊有收村嗎 好 沒有第一時間收村 收了 抽五個地人點下三級伐木 經濟喔 再來顧一下 然後 要不要轉一些工程器呢 火炮之類的 這樣戰毛兵有化學了 按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轉個火炮來工程也不錯 而且也可以反制對方的羽毛劍射手 所以現在出火炮大於出巨型頭司機喔 飛行巨型頭司機還需要石頭 大會這邊可以再插一棟城堡 好 這邊看到新的石頭 在左邊這個位置 下方則是開了兩棟新的城鎮中心 做一個新天地挖掘 好 倒兵後再繼續存兵了 好 中間這棟城堡蓋好 空下這塊金 還有這個高地的制高點 這裡補下一個增兵技術 轉出了一些火槍 我們地人這邊開始轉火槍跟戰毛 這邊會給瑪亞這邊組合壓力非常巨大 因為瑪亞現在這裡的兵種喔 基本上用戰毛兵就可以擋住了 全部的單位 羽毛劍射手啊 還有這些擊兵喔 都很害怕戰毛兵的 所以一直用戰毛兵去做交換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不愧的選擇 而且這邊居然還有在控兵 打得真的是好啊 明明村民落後非常多 但是 卻硬生生的打出好像經濟很好的錯覺 瑪亞這邊則是明明村民優勢這麼的領先 卻並沒有打出非常多的一個軍事優勢 打得有點太龜了 太害怕了 還是要適時喔 去做一些兵種上的交換 會比較好 不然一直滿200人口 這邊疾病沒有去做消耗對方遊俠的動作 遊俠待會數量越來越多 直接一波帶走 也是有可能的 哇 遊俠數量來到35隻 太狠 瑪亞能扛得住嗎 瑪亞這邊的兵種 要扛遊俠不太好扛喔 除非要轉中頭 當然轉中頭的話也太有靈性了 轉中頭的話也要顧慮到博恩帝 大會有可能轉火炮的問題 所以瑪亞人這邊 確實不好打 只能這樣講 轉中頭的話 最主要是要來打這邊的戰毛兵喔 這邊戰毛兵直接一發砸下去 讓這邊槍兵阿 還有羽毛劍射手 有個輸出空間喔 不然這坨戰毛兵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是沒有辦法正面突破的 覺得還是要嘗試轉下總頭 不然就是要轉老鷹 轉老鷹應該是更直觀的一個做法 電影機現在要黃金這麼多 但轉老鷹有可能會讓他直接黃金炸裂 經濟崩壞喔 也是有可能 好 火鍵蒂這邊直接拉了非常大量武俠的正面應戰 自己的巨型投資機被拆掉了兩台 來 火鍵蒂人並沒有轉出火爆 反正是繼續產出了更多的巨型投資機 特別瑪雅人這波交換換到了一點東西 但並沒有換到火鍵蒂的主力 遊俠數量還是有高達37隻的數量 好 羽毛劍射手再繼續拉打 這邊騎士要上了嗎 後面又有更多的槍兵走路過來 好 這邊在上前應出 後方的羽毛劍射手高打低 傷害不錯 但這邊沒有槍兵的防守 可能會被包抄掉 這邊遊俠的威力實在太過強大 槍兵走到了遊俠面前前 就已經殘血 哇 這邊槍兵可能有點虧不成軍 巨型雖然補下了更多 但有點可能難量產起來 羽毛劍射手在高地進行最後的反擊 後面戰武兵也是繼續跟上 越來越多的遊俠跟戰武兵走路過來 火鍵蒂的這邊有四千多肉 可以做一個交換 村民金金已經也追上了瑪雅這邊 那這邊反而是由於單位的 夠的關係 所以有點打不太贏 羽毛劍射手沒有來到四五十隻的數量 反正只有三四十隻而已 哇 有點可惜了 雖然這一波中間打掉非常大量的遊俠 但後續要怎麼打呢 火鍵蒂的這時候點下了更多的遊俠 黃劍已經完全歸零 但由於有葡萄 火鍵蒂葡萄魚的關係 所以黃劍還在增加 這時候瑪雅突然投降 連狙擊都不打 哇 這一波瑪雅 扛的算是不錯 至少我守下來 但後續的攻勢確實很難打 畢竟人家黃金是無限的 但瑪雅這邊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覺得這場重點應該是中間這些交換 瑪雅沒有盡可能的利用自己的疾病 去做正面硬扛的動作 還有這個羽毛劍射手的數量 也並不夠多 可以去支持 可以一發秒殺一隻遊俠的數量 數量大概六十隻左右吧 那六十隻或五十隻就可以秒殺一隻遊俠 所以這個弓箭手的數量 可能還是要多一點 會比較好一些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瑪雅這邊領先的木頭 快贏了一萬七左右 非常多 史物伯根地人只有少贏大概兩千而已 黃金則是贏了五千 非常多 伯定葡萄園加上四個生物的優勢 後面的黃金永遠不覺得一直攻擊 這邊伯根地人的黃金 後期這些支援量感覺蠻正常的 瑪雅這邊則是首推車 五十九分才點下 還有一級農 所以導致這邊 感覺村民上有優勢 卻沒有打出非常多的經濟優勢 所以這個經濟科技要記得點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今天我們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ed up